哇 太大了 哦呦 爆车了 太亮了 哇 我的手都在抖啊 这绝对是作为娘家 作为老自己给女儿的爱车 这边还有个羊等着呢 桌子都放不下了 烤全羊一千八 帝王蟹也一千八 大龙虾还是一千八 大家好 今天来到了浙江嘉兴的羊庙镇 吃一家嫁姑娘的喜宴 而且听说今天的餐标特别特别硬 六千八一桌啊 现在就带你们一起去look look 阿姨们都在忙碌着搞这个帝王蟹 看一下这个帝王蟹的个头啊 跟我的手比一下 哇塞 一只六斤多啊 今天这个龙虾多大的呀 龙虾大概在两斤五左右 一只大概价值在一千八左右 它这个下面是一直在流油吗 两个大厨在这种乡野的地方烧肘子 这桌子太值钱了一千八一只 哇呀 跟我的手怼 这两只整整三四千块哦 这个是刷的什么酱啊 秘制调料哈 今天是二十桌饭 整整三只烤全羊 这个是已经烤好的状态了 一只烤全羊就一千八 还有一只帝王蟹也一千八 一只大龙虾还是一千八 我的妈呀 真的是毫无人性啊 人家都是白沙的感觉 阿姨现在在处理鳝鱼 这已经是一大盆了啊 这都是鲜活的笋壳鱼哦 这个小猪猪还在动啊 这是水果拼盘的凤梨 下面还有西瓜 一大盆的鸭屎哦 刚滷好的 两个小姐姐一直在这里绘画 这个为什么来了都要先喝这个呀 清蒸笋和鱼 上面放的是咸肉 撒上这个葱姜蒜 一大盆的松龙精 阿姨现在改一个刀 毕竟拼五谷鸡爪 再放上一束玫瑰 现在是凉菜先上了 很精美啊 看看这个场面 阿姨都在紧张的搞这个大龙虾 第一次见牛奶蒸帝王蟹 看了我都想生吃了它 这个帝王蟹也要上锅蒸了啊 牛奶茉莉花 蒸帝王蟹 哇大肘子哎 现在这三只烤全羊 全部都好了 吃鸡的人都陆续进去了啊 阿姨们都在装这个三黄鸡 哎呀这个鸡汤好鲜呀 浇鸡汤了 里面还有虫草花红枣 这烤全羊太诱人了 现在我旁边没人 我都想偷吃一块了 又来了一只 天呐 哇四羊排了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大羊排 哇 这个烟火劲绝了 哎呀这肘子是真的够大呀 太漂亮了 这肘子我自个儿能炫一整个 这个帝王蟹现在也蒸好了 这个菜有个非常高级的名字叫 金蛋汇胡虾 上菜喽 香菇菊肉末 看起来就好好吃啊 刚蒸出来的帝王馅上菜喽 松茸炒牛舌 这个颜色搭配的特别漂亮啊 现在这个笋葵鱼也蒸好了喽 哇 新色的汤 哇 大龙虾出锅喽 太亮了 浇完油再把它头给竖起来 这里面放的是凤梨吗 对 凤梨 菠萝古老肉啊 广式啊 这个菜颜色很亮 菠萝古老肉 哇 一桌子的菠萝古老肉哎 现场蒸制的纸皮烧卖 这边的标准啊 都是软中华起步 大龙虾上菜喽 总可以上菜喽